同样也是落实低碳教育新装昌平国小就做到了 然而还获得了新北市环保局所颁发的银额奖项 到底校方是用什么的方式来推动绿能环保 以下是我们的报道 落实低碳教育让昌平国小校园角落可以看见学校的用心 因为从校门口的警卫室到邻近社区的围墙旁 都可以看到借由风力推动的风车 不只续电达到邦学校省电好处 以及靠水力来发电让校园水池活养 同时做到让同学看见生活处处皆可以推绿能的教育意义 所以获得新北市环保局银额奖认同是实至名归 我们荣获106年度的环保局的那个银额奖 那银额奖当然它上面还有金雄奖 但是对昌平新北市这样子67班的大小来讲 我们首先先推动 就是拿到银额奖 那这部分对我们学校的那个低碳的这个推动 其实是很大的就是一个启动跟开头 就是清清水池就是有那个转那个水的那个地方 就是它可以让那个水喷出来的那个地方 有没有觉得很新奇 有因为它就是可以趁那个转的那个方式来喷出水来 然后让那个水就是不会太浪费这样 像眼前这台脚踏车也是续电的方式之一 还兼助让同学运动的功能 所以从实行方面 学校让同学了解低碳的重要 可以趁这个机会可以运动一下 然后帮助学校可以发电 就是让就是可以节省一些能源 交通上面那我们鼓励孩子就是走路上学 在教学上面呢 我们跟环保局申请了就是设置像背后的这个部分 那个脚踏车的那个发电 那除了教学的部分的 让学生可以立即的体验 我们这个装置其实在我们的 也提供我们夜间的那个照明 还有手摇水力发电 手摇那个发电 让那个水力喷水的部分 那还有我们的风力发电 那风力发电的部分有垂直轴的 还有水平轴的 那这两种都不一样 让老师在自然教学的课程里面 可以做减碳 还有风力发电自然教学 这等等的结合 让孩子可以更知道说 我们可以有哪些方式去做减碳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 我们学校这几年都在推食农教育 那食农教育其实也是减碳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教育 主任说这是第一次报名参赛 就获得好成绩 是给老师和同学很大的鼓励 未来也会在班级登居和校园空地 做更多的低碳活化 让绿能结合教育 落实在生活行为上 记者新庄采访报道 有点好 有点好